那西太平洋大家知道 因为美国要支援这个中东啊 所以航母在这里 现在慢慢是一个真空的一个情况 要加速前往中东 所以丽将军怎么看待 这个中美啊 日啊 南海啊等等 这一大块的一个战情 我先说一下联合战备警循 军与上面每一个日 都有它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它既然用了联合的话 就代表说它不是只有空军的飞机 它一定是海面上面有舰艇 所以陆地上面一定有它的导弹 来互相配合 这叫联合嘛 我们只有单一军种的叫协同 就像是我们步兵 炮兵 对不对 战车 我们叫协同 那三军的话在一起才叫联合作战 所以说它既然叫联合战备警循的话 就代表说是我们国防部画这个图 就没有很精准的画出来 确实只是一个示意图了 那如果要精准图的话 应该把人家海军军舰的位置也划出来 那它联合里面我相信还包括它的海警船 也包括在里面 这才叫联合 那战备来讲大家不要把那个警 把它当作是警察的警 它是这个我觉得它应该是预警的意思 警戒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那一个月将近实施了这个三次 等于说平均十天一次 我觉得有练 除了说是有警告我们台湾的意味之外 另外它有练兵的意味 那在这个地方你看从赖兴德就职到现在十次 它可以说不管是天上的飞机 海面的军舰或者海警船 对台湾周边已经摸练得非常的熟悉了 各种政法演练 就是互相彼此的通联 互相彼此的相互的支援 这个空军怎么样来支援舰艇 怎么样来掩护空军来讲的话 应该各种状况都已经演练得非常的熟练 那当然我觉得它是以战代训 就是我用这个战备警训 来替代我的训练 所以如果说将来 它如果说是要武力犯台的话 它可以很快的优言转训 因为它都已经练习过了 它只是说有没有动手 有没有按下那颗红色的按钮 差别在这个地方 那三中舰来讲的话 我反而在意的是它不到一个月 就可以实施第二次的出巡的任务 这你要知道 当一艘我们看美国的航空母舰 它每次我们看之前的罗斯福号 或者华盛顿号 它只要一回到它母港 大概最少半年一年以上 才会在第二次出来出任务 因为你所有船只都要减修 就像我们开汽车一样 半年或者说几万公里 一万公里回船减修一次 那汽车来讲很简单 大概如果说认真的话 大概也要半天的时间 帮你整个减修完 对不对 换个鸡油 更何况是航母 那你航母你要多有时间 才可以减修完 对不对 你也没有很多东西要换 因为包括鸡油 或者润滑油 太多了 这些东西都要换 那它可以在短短一个月之内 做完的话 代表什么含义呢 就立刻就可以出来 我觉得有几个含义 这个还有一个人员要休假 对不对 你这些官兵在海上这么长的时间 你总要让他回家吧 尤其是海军来讲的话 他的老家 他家人可能不见得就住在 这个码头边上 他可能是住在内地或什么地方 那我觉得这代表几个含义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解放军来讲的话 他海军的运补能力做得很强 很好 因为他随时来讲已经把stand by 所以我要换补的原料都已经很好 第二个来讲 岸边的维修工人来讲的话 都马上立刻可以上手 就是每一个人 要携带什么样的工具来讲 我觉得这次他一个月出来的话 代表说他已经做好各种准备 如果战时的话 如果说真的开战来讲的话 这套军舰如果受了伤 回到他的母港维修来讲的话 他可能一个月之内 就马上就可以再出来作战 这个在战时上有一个例子 就是美军在中途岛战役的时候 他三五海战役来讲 他有一艘航空母舰被打受伤了 可是这艘航空母舰是边航行边维修 然后立刻赶到中途岛 就日军就少判断的一艘航空母舰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其实内航的人是在看后勤维修 那我觉得说他一个月可以出来 代表说他不管后勤的维修的能量 他是做给你美国看的 做给你航家看的 第二个他的飞行员或他船员的 这种是不是有第二批人 可以立刻替换上去 来执行这种战备任务 当然除了舰长这些 那其他有些人他就我有人手可以替换 因为他除了山东舰之外 他还有辽宁舰 所以他有一批人员可以替换 我想问一下李洋军 因为这个要去支援以色列的关系 所以这个美国的航母在西泰即将进入真空 那这时候山东舰到了西泰来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就是故意跟美国来 等于说是耀武扬灰一番 他上次出来什么时候你记得吗 是罗斯福号出来的时候 他过去跟顶你罗斯福号 那时候山东舰在上个月嘛 他就是顶你罗斯福号 我们还记得说是在 航母出动一定有个大背景 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出动 我就是顶你罗斯福号嘛 那时候我们记得是在这个南海地区来讲 罗斯福号经过南海 然后这个山东号也出来 我们记得在那个地方有过一番的 鼻子一番较劲 对不对 山东舰还绕了一个圈 然后怎么样 最近南海又有什么四国演习啊等等 再加上菲律宾又跑到黄岩岛 再加上我们看到台湾等等 所以他这次出动了这个山东号航母 在这里很多很多的用力 政治含义上面就针对你林肯号 虽然说林肯号这次是去中东 没错对无害通过 可是来讲的话 解放军对我来讲的话 我就是要顶你一次给你看一下 我就是来这边告诉你 美国都不在 但是我中国在 对那现在我 其实我好几天以前 我就已经讲过 美国其实航母来讲 他已经捉襟见走了 你看现在林肯号他要赶到东东去 他这个还说要加速 要7到9天 那我不晓得是故意开比安曼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要那么多天 仗都已经快要开打了 你这个船还没有开到 那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一段 可是我觉得说这是山东号出来 当然第三个含义 除了刚刚第一个 他展示他的后勤维修 以及说是这个战舰的使用 周转率很快之外 第二个他是针对你林肯号 政治上的含义 战略上的含义 针对林肯号 我觉得第三个就是 这个时间我顺便出来演练一下 反介入跟区域拒止 因为你林肯号来 刚好给我练兵 如果说是万一台海有事来讲的话 那美国势必有一艘航空母舰 会来这个地方支援我们台湾作战 或者是他会摆过来 如果他要支援的话 一定会有航空母舰过来 那时候对解放军来讲 你林肯号来 是不是刚好给我练兵的机会 还有一点点时间我问一下 那日本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日本 所谓的挺台我们台湾的好朋友 一个大热门来 另外一个这个日本防卫省 对于这个山东舰 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的紧盯 有没有 他动作也很大 还派出去跟踪等等 最后被这个战江舰给拦住了 我觉得日本现在扮演的角色 其实整个美国战略来讲的话 他会做战略后退 他也就是他自己本身摆到关岛去 我们不管从他的陆战队调到关岛去 或者他的这种F22战机也移到关岛去 另外在第二岛链那边 很多的这种已经控制的基地来讲 他都像天陵岛这些 所以很明显看出来 美军来讲他准备做战略后退 因为他避开 你这个大陆解放军 他的这种中远程的导弹 确实是可以打到台海周边第一岛链的地区 所以他会退掉第二岛链 他退掉第二岛链来讲 第一岛链这边的防护工作交给谁 反正你日本跑不掉地 所以他现在是第一岛链的一哥对吧 对他就让 他就等于说我把我的防卫任务交给你 日本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 日本来讲他美国还提升了驻日美军司令的地位 从三星中将提升为四星中将 就是你美军司令可以指挥当地 原来是要印太司令才能指挥的 你现在直接可以指挥横须鹤 指挥这个日本冲绳的这些官岛 不管海军空军陆战队 你就可以直接指挥 所以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得出来 再加上这个美国跟日本签的 这个跟岸田签的这个美日新的安博条约 我们再来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美国已经把第一岛链的防备任务交给日本 那日本我相信他在他军国主义的复苏的这种观念里面 他也很乐意承担这项任务 所以说我们台湾就跟他绑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那日本就会要等于说就是等于要险入我们台湾 如果说万一台湾有事的话 所以岸田文雄才讲这句话 那就是安卑讲的 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 就是日本接替美国来担任第一岛链 这个围堵中国大陆的任务 对这个日本日本很积极了 台湾也很配合了 所以当然这位这个石破帽 他是这个下任的这个首相的大热门 所以这次来受到了极高规格的一个这个会见 好 这个中日台美的一个最新动态 提供给大家 丽将军的说明非常的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整个的区域全貌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